这个款呢 是不是标准的乾隆早期款 是不是呢 字的笔画呢 像火柴棍一样 尤其是这个年字 特别具代表性的是乾隆早期作品 所以呢 用年份来说的话 这样的款呢 一般呢 是在乾隆十五年以前 也就是呢 唐英主持药物 主要呢 是从雍正六年到九年呢 在当地学习致辞 九年以后呢 把他的记忆呢 包扬光大 从雍正九年到雍正十三年 再从呢 乾隆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 那么这个时间是他呢 主持药物的时间 但是呢 黄金时候 雍正那几年 那么乾隆 那大概呢 前十五年的时间 就是那时候 唐英主持药物的时候 款的这种书写方式 款的书写方式 看到这个青花颜色 浓身湛蓝 用笔呢 顿挫有度 尽量呢 各有层次变化 在不同的线条上面呢 橙色不同 线条在行笔的过程中 起笔落笔交代的非常的中肯 行笔的时候呢 又求变化 字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横画 要么是上古 要么是下兜的 竖画呢 也是呢 曲直相间的 所以呢 这是呢 乾隆早期作品 我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说呢 这个底款呢 看上去呢 就有点类似于像火柴棍搭起来的这个字 那么就是呢 乾隆早期 尤其是乾隆前十几年的这个款的这个书写 标准的乾隆早期款制 看到这个底部的胎 大家可以看到 胎的这种状态 方铜骨乳幼 铜骨的状态 火石红的颜色呢 都是棕红色 那么胎有交接线 看 胶带的非常的明确 而且呢 有锯齿边 尤其是你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胎有交接线 呈现出的状态 整齐划一 整整齐齐 这个地方呢 有点这个淫润的这个光泽 从这看你就可以看出有多整齐 啊 胎有交接分明 线条进拔 足强顶端滚圆 胎有交接的这个降色 特意体现铜骨乳幼的铜骨 而且右这一边大家可以看到 右层薄的地方 也就是从胎右交接线 右层从薄之后的这个渐变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从淡色到深浓的颜色 从呢 青灰色到呢 天蓝幼的这个颜色的渐变 开片呢 也是呢 从无至有的一个过程 这是底足 看内里 内里边这一根线 这就更加典型 乾隆时期 仿乳幼的这个底足的特征 气身上呢 右层开片 鱼子纹开片 鱼子纹开片 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光 右的光泽 银韧度 灵动感 这个耳朵多漂亮 启棱线 启棱线挂着呢 弦环 也就是呢 双耳闲环 是竖向棱线 这样的这种气呼造型呢 在这个 雍正时期的一种呢 类似于像汉胡尊的这种气呼造型上面呢 就有这样的耳 折尖别口尊 那么上面也有这样的耳 看到这个上面的右光 银韧度 鱼韧感 银韧度 鱼韧感 光泽 肩部封肩 两边的耳没得挑 这个位置呢 是微有一点青涩 这个小区也能去掉 这个呢 它是开片里边有点青涩 可能利益上呢 在这什么低了点油啊什么的 有点青 想去掉也是可以去掉的 这个没关系 这右面一点不伤 你看 右面一点不伤 就是有点青涩 看 两边 这双耳闲环 侧臂都做得非常的好 也就是正面的棱线旗鼓 侧臂的这种线条转折 浑圆的状态 那么它的这个闲环呢 又显得非常的灵活 那么上面的这个双耳呢 起筋线条呢 上面旗鼓 两边的这个状态呢 是上面隆起 底下的吹搭 向内呢 勾脱啊 这个呈现出双耳闲环 口言呢 唇口 口线 活源饱满 活源饱满 有点自然老化啊